龙门石库正在遭受破坏 敦煌的一些壁画 预计也会在北京出现 无论我们能否得到他们 我应该到那里去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远东艺术博主任普阿伦 在写个博物馆广长 赫伯特·温洛克的一封信中这样说 普阿伦是一个对中国文物 有着强烈兴趣和贪婪欲望的人 他曾经试图剥离敦煌壁画 但是没有成功 随后他就去了龙门石库 发现龙门石库里面 同样有许多精美的壁画和浮雕 并且拍下了照片 在寄出这封信后不久 他带着他在龙门石库里 拍的北魏孝文帝里佛图 往北京去了 这是一幅描绘了孝文帝和他的王公贵族 宫廷大城 前往朝拜释迦莫里佛像的浮雕 普阿伦想要得到这件浮雕 将其带回美国 普阿伦到达北京后 找到了当时琉璃厂最大的古王铺兵界 将拍摄的孝文帝里佛图照片 交割了老板阅兵 为了他帮忙抓获 阅兵是一个无耻的文化商人 他曾经参与过盗卖故宫珍宝 敦煌壁画等许多的中国文化遗产 他看到普阿伦手中的照片 装作无动于衷的样子 普阿伦说 可以给你一个好价钱 于是两个人开始讨价还价 定下了1.4万美元的价格和5年的期限 并且签订了协议 这一切办妥之后 阅兵联络了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赵赫芳 和洛阳的文贩子马龙陀 共谋盗取这件浮雕 马龙陀贿赂了当地宝家长和土匪 强迫城里的石角王关喜 王水王会成杀人 在一个风高夜黑的夜晚 带着工具和手电进入了石库 他们对着普阿伦拍摄的照片 确定好作案对象后 将北魏孝文帝里佛图 一块一块地找了下来 并且在夜间偷偷地运出 由于龙门石库的石非岩之地 坚硬又脆弱 盗爪子专案的工具又十分简陋 匆忙做案中 实际上就用火烧 用水浇来剥离浮雕 导致碎块大小不一 大的像乒乓球派一样大 小的只有指甲盖一样大 阅兵又收买了当地的军阀 将被盗爪下来的碎块 分辟运到了北京 到达北京后 阅兵和普阿伦都对着一堆碎石头感到失望 但普阿伦还是舍不得 最后以一万元的价格买下了他们 但条件是要月宾找人修复好 月宾雇佣了一些高手 根据照片开始足快的拼合 花了数月才将其复原 但是实际上最后还剩下两双碎石 无法拼合 不过这件事普阿伦当时不知道 1935年普阿伦从月宾手中 接收了修复后的浮雕 他又找到了股东商代理 类类赫斯伪造了一份运河丹 骗过了海关光源 江湖雕运到了美国 不久他因为这个功绩 就升任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广长 而阅兵有了这个大丹之后 更加的贪婪和疯狂 帮助各国列强 大肆破坏和掠夺中国文物 一直到1953年他才被逮捕 当时张博居夫妇和300多文化界人士 联名声讨阅兵 并且揭露了他与普阿伦的勾结 阅兵被判了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但是一年后就在狱中病死了 真是便宜了他 他被捕食 他在第二势里 还对着两项无法拼合的碎石 时光流失 人们的记忆渐渐的模糊 但是每当中国人只爱一到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看到内副 孝文地理佛图 那被着睡的碎片 就会在我们心里头再痛一次 每当中国人 扒业这件文物 心中就会附属一本文化记忆 他现在虽然在明耀华丽的博物馆里展示 但是 与龙门时刻 灰暗朴素的远近相比 孝文地理佛图 现在已经成了文化的碎片 著名的艺术史家 沃侯为此悲愤的说 他们所承载的中国文化 也因此变成了浅诚的 浮鼻潦草的不在王者 王者的孝文地理佛图 存在着怎样的中国文化 这需要我们追根溯源 从他的诞生说起 在下一个视频 我们就在探索 孝文地理佛图诞生的始末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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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